高雄市府统一口径 认为是新光轮 传染给维修工 再演变成家庭群聚 但是染疫的摩子 CT值都在20左右 也都有传染风险 而我们中视新闻 独家掌握到 这名老婆 她在小港区的一家 大型水产公司当作业员 业者15号还举行大规模厂拍 人挤人抢购 虽然目前全场筛减 240人全都是阴性 但是病毒有潜伏期 就怕窜入社区 幼儿园全体老师 小孩全部管制 CPR筛减 中华好事多大清销 保太路餐厅连夜消毒 高雄21号扩大感染 一共13人确诊 感染源到底在哪 接触到国外的船员 或是场域 然后带回家 然后传给妈妈跟小孩 中央高雄统一口径 是男童父亲在港区染疫 从CT值研判 4岁男童是20 妈妈24.28 爸爸是11.5 另外最新7人确诊 CT值12.4到19 卫生局研判 港区8人是第一波感染 接着爸爸传染给老婆儿子 和看诊的三名患者 CT值31到35 属于第二波染疫 这是一个属于 像高雄港港府这个部分 同一个工作接触 甚至于性光源上面的 群序个案的延伸 医院评估还没有二财的必要 男童母亲在小港一家大型水产公司 当作业员17到20号都还正常上班 但20号爆出确诊 工厂快筛240人 产线全停工 那接触的食物是否报销 可怕的是这间水产公司 拉出红布条 进行大规模厂拍 15号已经办过一场 员工和外来客人 人流多近距离 超级高风险 职场接触者240人全数采检阴性 工作内容也没有对外的接触 也没有对外的顾客 幼儿园水产工厂目前筛检全部阴性 但病毒有浅不起 厂拍大群剧 就怕病毒有机会渗透社区 记者高雄中文报道